今天你们三个全部给我交家长 啊 为什么呀 还好意思问为什么 知道你们这次的成绩吗 不是啦 你们一个机构的都没有 三个人加一起呀 还没考到一百分呢 啊 那平下来每个人在三十分呀 我考的少很正常 小夕 你这次怎么回事啊 平时都是考一百分的 我这次考试的时候拉肚子了 老师 能不能别请我家长呀 不行 你们三个今天必须请家长 啊 这怎么办呀 回家之后肯定要吃贵的炒肉了 我现在就给你们家长打电话 哎 完了完了 BBQ了 这可怎么办呀 第一次考这么少 没事 我每次考试都对呀 我都习惯了 这怎么办呀 我们要想个办法 哎 要不然我们现在回家 提前把我们爸妈的手机拿出来 哎 你那什么受主意呀 是老师打电话的速度快 还是你跑回家的速度快呀 说的也对呀 根本来不及 那你没说怎么办吧 我有一个办法 看我的 这个东西 这不就是一个发卡吗 对呀 你拿它老师就不会 给你妈打电话了呀 这个呀 可不是普通的发卡 这个叫做反话发卡 啊 反话发卡 啊 我明白了 给老师夹上之后 老师就会说反话 没错 我现在就去 等我好消息啊 小心加油 哼 我先给土豆妈妈打个电话 老师 干嘛呀 哎 老师你先别生气 你看这一题 要选什么呀 我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 这一道题你选 哎呀 没事没事老师 你同样有个投PC呀 嗯 我知道选什么了 走了啊 老师 去什么呀你 给土豆妈妈打个电话 喂 土豆妈妈 你在家吗 在哪儿 我跟你说呀 土豆这一次考试呀 太好了 很清晃 啊 真的吗 对呀 你回家要好好夸夸她啊 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老师 好好好 哎呀 这个反话发卡还真有用 我怎么会这样说话呀 不行 我再给亚南妈妈打个电话吧 喂 亚南妈妈 呃 鲁木老师有什么事吗 啊 我跟你说呀 亚南这一次考试呀 很不错 真的吗 呃 你回家一定要好好给她做点好吃的呀 好好 我一定要好好夸夸夸她 哎 哎呀 真的吗 对 老师给你妈妈妈说呀 让她多奖励奖励你们 不 哎 不知道啊 老师给我爸怎么说的我 哈哈哈哈 不是 不带不用挨打 还有奖励 哎 小夕谢谢你啊 你这个反话发卡真好用 我妈能给我买什么好吃的呀 哎呀 哈哈 好啊 我说我怎么说反话呢 原来是反话发卡呀 哎呀 谢谢 谢谢你 这怎么回事呀 小夕 这个反话发卡是不是你卡在我头上呢 是的 老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师 这不是这次我们考试发胃时长了吗 都不是我们坚持的水平 我们不想叫家长 对呀 叫家长的话 我们会爱披披 也会吃贵能炒肉的 我等你这么看 呃 我这不是为你们好吗 老师 你要坚持我们好的话 就应该多鼓励我们 对 不应该 动不动就告我们这状 呃 那你们的情况 我必须要让你们家长知道啊 呃 其实老师 我觉得吧 呃 鼓励时教育比惩罚时教育更重要 对 虽然说分数很重要 但是他没有学生的身心健康重要 对呀 虽然说我们考砸了 但是你也不能想着 让我们爸爸打我们呀 你应该想办法让他们鼓励我们 没错 啊 啊 他们这样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啊 同学们 你们是喜欢鼓励时教育还是逞娃时教育呀 2 2 2 8 9 感谢观看